好,大家好,我们今天我们来装一下,我们的一个UI,我们来装一下 我们来先看一下,关于它的,然后有几个,嗯,有的几个,一个是部署,一个是Ingress,还有一个,嗯,我们的一个ConfigMap,ConfigMap的话,我们这边是一个,它的一个模板,就是我们的一个监控模板,嗯,我们来看一下,下面是一个service,我们先去看那个监控模板,因为的监控模板是一个ConfigMap,所以说它没有一个相关联系,那个所以说,但是我们那边部署的话呢,它可是需要一个模板的,这时候的话我们都,嗯,现在看 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模板,然后的话再来看部署,部署完之后,是服务,服务完之后再说一个Ingress,我们来看一下,嗯,然后是它这个Map,它这个模板的话,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嗯,我们前面的话,应该有几千行,看一下,啊, 大家可以看到,然后它这里面是,那个1800多行,1800多百多行的话,基本上都是一个那个定义它的一些颜色显示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是怎么样的显示一个那个,怎样花线,然后的话,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一点是什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的一个,嗯,它写的一个表达式,嗯,我们来看一下,嗯,这边的话,这边都是这个一个模板插件之类的, 我们看一下,这边,这边我们都,呃,不用去关心它,然后的话,你那个,假说实在想研究一下,也可以去,嗯,他们官方的模板上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模板,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一个官网的一个,很多模板,嗯,官方, 大家看到,然后的话,嗯,他们的模板,然后有很多,嗯,看一下,然后这些部的,这部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这些,呃,适用一,然后拿个数据员的,像,看一下,应该有,还有我们的一个, 然后呢,模板类型,你可以根据各种各样的,然后,去选择,看一下,你看那个,你可以去选择我们的一个,嗯,这个开的那个,然后还有一些,嗯,说句的,刀刻的,嗯,还有模板类型的,都有,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然后去下了一个,下了一些模板,在模板的话,你把它做成一个,嗯, 然后都可以倒进去,嗯,我们这边的话,这么多模板,我们,嗯,就不去看它了,好,那个,我们,那那个最终,然后看一下它的一个表达式,看一下往下, 你看,这些都是在定义的,有颜色之类的,嗯,看,这些,大家看到,然后这些都是,你看,之前那个前面写好的一些,嗯,表达式,看一下啊,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嗯,1714,应该是1717,哦,1717不是9090了,但是我们的,它是一个随机单口,那个随机单口是307211,嗯,来看一下, 看到,然后它在里面表达式,什么都可以取到值的,然后这边,什么都有的, 新的,都是定义一些,然后要显示的一些,颜色啊,或者是长度,宽度之类的,嗯,还有那个,怎样显示啊, 嗯,这个再一个都是定义了,我们的一个,嗯,一个表达式, 就是那个,可以看一下,就是这都是表达式,所以这边的内容的话,我们就不去,那个,一点点的看了,让大家知道就行了, 你看它这个1000多号,好,那个,嗯,第二个的话呢,也是,它,嗯,是这个模板的一个补充说明,这个模板的一个补充说明,我们看一下,嗯, 嗯,这些部分,看一下,嗯,然后它都可能就是,那个修改一些里面的一些东西,嗯,它是用什么的,它是用的一个镜像,嗯,你的那个,可以去,那个,把这个镜像,那个,拉,拉下来,然后,可以进入到镜像里面,嗯,去看一下,去执行看一下,看一下,那个,它都,呃,是在干嘛,这样的话呢,呃,有助于,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我们的一个理解,大家看它是连接到哪里,它是连接到我们,果然放在3000端口,你连接到谁,连接到我们这个,嗯,啊,我们这个还没有部署,我们这个部署完之后,它这个是一个3000端口,这个,果然放在,嗯,这是这个,我们的话,这个,这是config map,啊,这是一个交迫工作,但交迫工作的话,肯定是要,嗯,放到最后,那个,再执行,因为我们那个,嗯,果然放在,这个还没有进行部署,没有部署的话,你这边,你肯定是执行成功的,所以说,你这个要放到,嗯,我们的一个,呃, 然后,嗯,全部部署完再执行,所以说,这个config map呢,倒是可以提前执行,好,那个,我们,先把config map执行一下,然后是,net,config map,啊,config map已经执行完了,然后的话,我们第二个,然后再去看,嗯,看一下这几个,然后是,嗯,config map,然后还有,开始部署了, 部署完,然后,开始一个服务,看一下它的部署,部署的话,应该是,嗯,那个,没写多少东西,嗯,稍微看一下,嗯,这个名称空间,然后的话,一个名称,嗯,然后的话,又是一个镜像,镜像的话,下面是定义的一些资源,限制资源,来看一下,嗯,下面的话,是定义的一些环境变量,环境变量,然后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嗯,名称,名称的话,这使用的是一个,我们那个secrate的,嗯,我们最,最开始定义的一个入屏密码,就是admin,admin,大家看一下,这个时候,在定义环境变量里面的, 嗯,这是注释,嗯,下面的话,是一个探测,嗯,探测我们的一个pod,然后,探测我们的一个web,是不是,我们这个pod是不是正常的,嗯,在下面的话,是一个卷的一个挂载,嗯,这边是一个,呃,持有间挂载,持有间挂载的话,这个是什么,这是挂的我们的一个,嗯,unpod.r,然后是一个空白卷,空白卷的话,是会自己启动一个pod,嗯,嗯,来,来对于它进行一个收集的存储,嗯,好,我们来继续部署一下,嗯, 嗯,嗯,应该是,然后deploy,然后这个已经部署完了,然后的话,我们开始部署我们的一个服务,嗯,我们的服务的话,嗯,也是一个,很简单一个服务,也是一个,很简单一个服务,也是定义了一个,呃,nodpod,nodpod端口,然后的话是一个,嗯,内部端口是一个3000,3000的话,我们,所以说我们从这边的话也可以,嗯,看出,它也是可以, 直接去访问我们的一个服务的,可以直接去访问我们的服务的,可以直接去访问我们的服务的,然后这里再加一个,它也是可以直接访问我们的服务,好,那个,我们把我们的服务部应用一下,然后,刚刚record,然后现在我们的服务也应用那个,嗯,部署上了,然后的话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先从服务这边可以去访问,我们去,get sv,然后, 这个简写,暂时有点忘记了,我们是那个service,这个vse,我们写全程吧,service,大家可以看一下3000的话,我们是一个30166,我们去访问一下,嗯,这个笔的,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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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笔的,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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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笔的 然后这边的话应该也是已经启动起来了 那些的话我们是那个入口密码 我们设计的是 嗯 诺的命诺的命 我来证明一下 你看一下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那个车写的时候没有添加我们的一个收视员 我们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吧 这一个补充文件 然后呃 没有事我们把这个补充文件 然后嗯 添加进去 然后Corectl 对对 刚f 再去boot bash 嗯 现在的话已经创下了 我们再来证明一下 嗯 为什么这里没有 嗯 我来看一下啊 大家可以看 然后您的那个稍等一下 那个然后就要等那个呃 job 任务 进行完成 进行完成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它这边 会自动给我们已经呃 添加上去了 添加上去之后 我们都不需要 然后一手工再去执行呃 添加什么收集员 还有我们的一个呃 啊 嗯 这里的话一个 嗯 那个每个port一个cpu 然后没有出来 嗯 cpu 的话 那个 嗯 我们那个 等一下 来看一下 嗯 我们先那个这个图片的话 现在已经出来 这样的话 我们把那个 呃 ingress 然后 嗯 也先创建上 然后等一下我们来去解决这个 嗯 那个 cpu 看到没有 cpu 看到没有 cpu 这种是没有任何数据 其他的话都有都有数据了 看一下 内存 然后网络 然后我们那个磁盘 看一下 这个 这个磁盘 这个网络是一个 总的网络 这边的话呢 是 这边的网络是哪里的 看 这是各个 各个一个port的 嗯 好 我们先把这个 嗯 ingress 资源先创建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ingress 嗯 ingress 的话 这里的话 我们全部是注解掉了 你那个 然后要根据自己这个需要来进行添加 我们去编辑一下 嗯 然后是 嗯 ngrg 嗯 然后是 counter 00 然后的话 把这些 嗯 删掉 嗯 那个 continue 然后删掉 好 然后的话 删掉的话 我们这边要 呃 稍微改一下 这个 色 name 我们要改一下 改成那个 嗯 改一下 改成我们那个monitor monitor.2 然后按上一点net 改成你自己的一个域名 改成域名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是使用了一个lookhost的 来进行解析的 我们先把这个 然后改完应用一下 ingress 我们已经那个装件完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ingress 刚刚是monitor 然后也已经创建完了 创建完的话 我们创建这个 这里写的是80 但是的话呢 由于我们那个ingress controller呢 然后我们映射的是一个30080 所以说你要访问的时候 还要加上一个30080 我们来看一下 get service 然后一个是ingress 应该是service 来看到然后是一个30080 才能到一个这个80端口上面去 所以我们还要使用这个3080 你假如要使用80端口的话呢 你要把你的ingress controller呢 然后这里应设为80到80 然后43到43 然后就可以了 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就直接 就使用这个3080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host文件 要改一下 我们要改一下 host文件的话 大家看见了 然后在windows syntom32 然后driver service 然后etc host 我这里的话 我这里的话 我以前的那个已经 已经改过了 monitor 看一下 20171 所以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都可以直接访问了 3080 看一下 我们直接 看 然后现在 和那个一样的 现在的话都可以 正常的看 然后的话 你看的话也可以 点一下可以放大看 看 然后把时间 然后这是写的半小时 你这个去选择的话 然后可以把时间 然后调的 然后更小一点 然后的话 你这里的话 也可以去选择 我们的一个单个的 看一下 好 这个的话 我们的一个流量 然后都已经有了 都一个插一个CPU 我们来去解决一下CPU的问题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